大家好,我是懒妹儿 很早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沸腾鱼片 用的是饭店的做法 就是直接用热油烫熟鱼片 但是做完那道菜 我被我妈骂了一个下午 现在想想老妈说的也对 那样做好像有点太浪费油了 那今天懒妹儿跟大家分享一道 家常版的麻辣沸腾鱼片的做法 我今天选用的是草鱼 先将鱼洗干净 吸干表面的水 这样更方便片下鱼肉 一手拿刀,一手按着鱼身 从鱼尾处片下草鱼的两边大鱼肉 为了防止打滑 我们可以用厨房纸按压着 片除大排刺 然后从鱼尾开始片 将鱼肉片成薄片 3-4毫米厚就好了 太薄的话容易碎 太厚的话又不容易入味了 将鱼骨斩成小块 留着做汤底用 将片好的鱼片放入清水当中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呢 要甩掉多余的水分 然后放入大碗中 加入一小勺葱姜水 一小勺的料酒 再加小半勺的白胡椒粉 小半勺盐 一点点的鸡汁 家里如果没有鸡汁的话也可以不加 然后抓拌均匀 给鱼片增添底味 磕入半颗蛋清 抓拌均匀 再加入两小勺量的淀粉糊 抓匀 给鱼片上浆 让它更加的嫩滑 最后加一点油 拌匀 用油来锁住鱼肉里面的水分 我们还需要准备蒜末 姜末 红干辣椒段 锅内倒入点油 油温烧至七成热 下豆芽炒至 炒到豆芽变塌 我们就可以加盐调味出锅了 将豆芽铺在盘子的最底部 接着往锅内加油 放入皮线豆瓣酱 炒出红油 倒入剁好的姜末和蒜末 翻炒出香味 接着倒入一大碗的清水 把剁好的鱼骨和鱼头放入锅内 加一点盐和生抽 调色调味 开大火煮至 煮到锅内鱼肉熟透了 汤汁也变得浓郁 那先捞出鱼肉 装入豆芽盘中 将鱼片一片一片地放入锅内 这个时候记住了 要用小火煮 等鱼片全部放好之后 转用大火烧 煮到鱼片变色 捞出鱼片 连同汤汁一同倒入盘子里 撒上花椒 红椒段 如果觉得不够辣的话 红干辣椒就多加点 像我这样 接着撒上白芝麻 锅内烧热油 直到烧至冒清烟 往辣椒上淋就油 听听这声音 记得关注懒人厨房哦 做菜扑迷路 吃饭张嘴就来 最后撒上葱末点缀 这道热腾腾的沸腾鱼片 就做好了 麻麻辣辣的 开胃又下饭 这下估计我妈 不会再骂我了吧